今天支點小編和大家看看 馬路當行人路司機響號提供 還要爆粗鬧人的惡霸任我行 小時候也有聽人說馬路如虎口 所謂交通規則應盡守安全 第一勃勃命槍狗 行人就是血肉之軀 被車撞過來隨時命都沒有 過馬路當然要小心 但有人可能練了金鐘罩、鐵布衣服 在馬路上背著車自由自在的亂走 十足笑我江湖的任我行 不過人家的任我行是練級升大法的 早前在HK小城故事多Facebook群組 有人上傳了一條片 拍著一位女士的背影 將馬路當行人路走 片主就駕著車慢慢前行 可能怕撞到這位女士就響號提醒他 女士轉過來路背著司機然後走上行人路 司機就洗錢 可能這時候那位女士就說了那些說話 片主就開了車窗問他什麼事 女士就說 不用撞啊?什麼撞東西啊? 好心提你上行人路都被你問候 司機當然是還拖啦 你走了好撞久了 女士竟然說 你不就撞過來 真是練了金鐘罩的刀槍不入 之後的對話他還說 現在就走上了 怎麼撞樣子啊? 還問司機 你開不撞開啊? 最後補多一句 你便撞過來 撞頭 這麼少事都吵得一頓 搞到有兩位走過的女士都忍不住回頭看發生什麼事 這位任我行女士可能練過吸氣的大法 人家撥下去提醒馬路危險叫她上行人路 她就連串粗口回敬 搞到別人生氣 她吸氣了 自己又生氣 為什麼呢? 小編溫馨提示 馬路是比車行的行人路才是人行的 大家千萬不要亂逛馬路或亂逛馬路 好危險的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 請訂閱HKG